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道了 墨渊阴下 小心翼翼地将瓶子安放妥当 问 这样的凹法和之前一样吗 要饮得了要增加一倍 就是不知上神的身子可含数的主 凤九东华的主妇一一复数 墨渊点头表示可以 又端起一个空碗 抬手示意自己要离开一会儿 让三个女孩子先聊着 一个人跑去洗碗 上神竟然是自己去洗碗 凤九觉得有些奇怪 不过想到这天上的神仙爱好奇葩得多了去了 喜欢洗碗也是谈不上奇怪 只是墨渊上神爱好洗碗这种事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真是乖吃的不够多 少晚拿着糕点想吃又不敢吃 正纠结着听到凤九的话笑笑道 倒也不是他喜欢 只是我这院子里伺候的人太多不方便 就都潜到外头去了 凤行呢 这两天又被我派出去办事 所以洗碗这样的杂事只能落到他头上了 原来是这样 墨渊上神很疼爱少晚姐姐哦 凤九笑着音 少晚眼睛一瞪 怎么 你们住在碧海苍林的时候 你家东华还让你做这些活 跟我说 他是不是欺负你了 我帮你做他 没有没有 少晚姐姐还是不用去找东华打架了 凤九摇头 看少晚有些不相信又解释到 他都是趁我们溜弯的时候 叫重灵来收拾的 那个小重灵也是不容易 少晚轻笑一声 终于放下了手中的糕点 对一旁欲言又止的丸子道 丸子想问什么 嘿嘿 丸子讨好的笑笑 丸子想知道 少晚姑姑肚子里的宝宝 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啊 姑姑也不知道呢 少晚那叹了口气 对凤九眼神里有些忧厌的道 真羡慕你们这些直接生出小娃娃的 我这个连是一颗凤凰蛋 还是龙蛋都不晓得 但凤九有些吃惊 他第一次听说神仙也会生出蛋来 他知道他辜负叶华君是条龙 可并未听说乐虚囊囊生下的是颗龙蛋 呃 这个我也不大清楚怎么会是个蛋 少晚有些尴尬的道 前几天他第一次探知身体里孕育着一颗蛋的时候 他和莫渊也很奇怪 可能是你前段时间重伤的缘故吧 要不就是我们远古凤凰的特性 毕竟我也是第一只母凤凰 有些事也是解释不清 凤九点点头示意明白了 然后又问道 那生产的时间会不会要提早一些 也许吧 许是两三个月这颗蛋就会出来 少晚又给出一个不大确定的答案 然后目光又瞟向拿来的桂花糕上 手忍不住去够 想着走不过是一块糕布房式 莫渊恰好从房外走回来 上前拍了一下少晚的手 啊 少晚一副委屈小媳妇让看向莫渊 眨巴眨巴眼睛 你羞我 哪有 我是担心你 莫渊慌慌张张的去抱少晚 轻轻拍着吼 半个时辰到了这些都是你的 随便吃 啊 少晚露出一次狡黠的笑 赖在莫渊环里继续耍赖道 那 一会你喂我 好 嗨 凤九领着丸子轻嗨一声道 那个 东西我都送到了哈 丸子急着要去莫爽那嘞 我们就先行告辞 看着凤九和丸子离开的身影 少晚推开搂着自己的莫渊 满足的扎扎嘴 原来公开秀恩爱是这种感觉 总算扳回一城 爽 嗯 莫渊很猛 她刚刚可是真情是意的哄 小凤九和那个不要脸的东华之前 整日在我面前亲亲我我 现在已经报复回去一次了 下次碰到东华一定要搞个更腻歪的 少晚握紧拳头按下决心 然后严肃的看向莫渊 记得下次好好配合 演得更甜蜜一点 我对你的爱 不需要演 还真是上道 在接再利亚 东华出关 凤九也就搬离了昆仑区 约末快乐两三天 两个喝了忘在牛奶的无良父母 终于折腾不动 搂在一起睡了第一个安安稳稳的觉 可惜 天不逢时 东华凤九的美梦被莫渊吵醒了 东 呃 莫渊没有走门 而是用的顺移之术 直接来到了二人面前 东华低头看了一眼 凤九露在被子外面的半条小腿 微微粗眉小气的用被子盖上 此时东华目光静在方才睡醒的凤九 红扑扑的脸颊上 一手勾着凤九的下巴 一手踢凤九里折额尖睡得凌乱的头发 就这么亮着莫渊 莫渊也有些不好意思 但事情紧急 纠结了半天 终于忍不住先开了口 那个 东华 我家少婉要生了 嗯 东华应了一生 有些记仇继续不理会打扰 他和自家小娇气填睡的莫渊 凤九被东华的各种抚摸 照顾修的脸通红 知道东华是幼在孩子气的和莫渊之气 凤九抓住东华的手 裹着被子起身 有些害羞地轻轻道 上神 非礼物事 统一战线 这种时候一定要统一战线 一致对外 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全方位防止幼稚的东华赌气 拒绝去昆仑须看望少婉 果然 东华对凤九的表现很满意 目光灼灼地将莫渊钉出去 将已经坐着身懒腰准备换衣服的凤九 又懒到了床上 好了 不闹了 凤九费力地去避开东华 禁锢住自己的手臂 气声道 快起来 东华也只是想逗逗凤九 目的达到了 看着凤九娇羞称怪的模样 东华很是高兴 也就顺从地收拾了一下 便跟着莫渊一起去了昆仑须 昆仑须门口 占满了各路神仙 皆是前来庆贺的 有莫渊引路 东华和凤九直接进了少婉分娩 啊不 下蛋的屋子里 凤九一现身笑嘻嘻的满脸 好奇地蹲在一颗巴掌大的蛋面前 伸手轻轻戳了戳 仰头问 没想到 真的没想到 少婉姐姐真的剩了个蛋出来呀 莫渊少婉文言解释无奈的一笑 东华也是被自家小媳妇可爱的模样逗得一乐 宠妮道 好了别看了 先问问少婉怎么样 凤九文言有些羞涩的一笑 转头大大方方地看向童龙人站在一处的少婉 轻推东华低声反驳 我这不是看少婉姐姐好好的站在那了 才先跑来看我的小歪是吗 东华笑笑 摸摸摸凤九的发顶目光扫了扫少婉 你看着倒是挺精神 没事 没有什么事 少婉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怂怂间有些嫌弃地看向那颗蛋 嘀咕道 这蛋怎么这么吵 晚晚 莫渊想要阻止 却又被少婉然吓话头 是不是随了你们龙祖的 我还是颗蛋的时候可漂亮了 真是有始可循的 少婉言之凿凿的推断 然后嫌弃地瞪了一眼莫渊 不情愿地画回原生雕筑那颗蛋 转身回了复旦的小蒲团上 一双眼睛透着委屈钉向东华 东华看着少婉那副德行轻笑 开口 行了 别看了 你滚开吧 少婉眼底脱过一丝脚霞 与莫渊对视闪身又化作人形 将蛋递到东华手上 凤酒萌萌地看向打眼眉的三个人 扯了扯东华袖子 怎么了 被个夫妻两个算计了呗 东华微微叹一口气对少婉道 早就算计好了吧 是 少婉大扬不惭地点头 东华无奈地抬手 加纳科拖在手里 上下打亮了半赏 面露错愕道 这蛋 是没空壳 你们夫妻二人是在拿我斗去 什么 沐渊少婉都是一惊 挤不上前诗法去探 心里顿时咯噔一声 婉婉别急 沐渊手机眼快地扶住 有些慌神的少婉 看向东华眼底满是焦急 这蛋刚生下时我探过 绝非空壳 东华文言也是眉间微醋 随即吻下心神 恢复一如往常的淡然姿态 还悠哉悠哉地换出一壶茶 自在地品了起来 东华 少婉见东华这副作派 也是吻下心神 知道东华真是心里有谱了 随即试探性地去问 东华眼底闪过一丝脚霞 看向少婉 求人办事 左腰有点诚意 少婉咬咬牙 安骂东华不是个东西 他有一种直觉想他要被东华傻了 见少婉久久不接话 墨渊上前一步抢先道 帝君想要什么 只要我这昆文虚 有的就尽管开口 啊 少婉似忽然反应过来什么一样 急急地去打断墨渊 奈何还是没拦住 低头只见东华狐狸式地笑着 再去看他怀里 俨然多了个奶娃娃 墨渊苦笑着忍受着少婉的白眼 上前去接东华怀里的奶娃娃 东华却孩子气得一朵 刚才的话可还算话 算 墨渊无语 小白 这昆文虚有没有您想要的东西 东华抱着孩子走向凤九 手上还熟练地逗弄这小娃娃 凤九无奈地笑着玩笑 就要这小女娃做我们儿媳如何 东华笑笑 似乎当真了一般 蹲下身子将小娃娃滴给滚滚 道 给你做媳妇 要不要 滚滚摇摇头 还是算了吧 女孩子麻烦得很 光丸子一个已经够烦人了 这话引得大人都是乐呵呵的笑 一旁的丸子文言则是气愤的直跳脚 东华默默丸子的的头已是安抚 然后将孩子终于交还给墨渊 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继续品查 少婉冲东华冷哼一声 从墨渊手中借过孩子美好气的调侃道 辛苦我们东华帝京啊 给你个机会 赐个名 东华道也不客气 想能想开口 方才孩子还未等我施法 便自行化成一个灵胎掉落凡事 正巧被土地在一棵柳树旁使道 又正巧被我所见顺手提了上来 不如叫做石柳儿如何 石柳儿 稍晚重复念了几声 觉得还算顺儿也就应下了 还给了个很中肯的评价 听着像个女孩家的名字 石柳儿小朋友的出生 可谓是天上的大喜事 墨渊在昆仑须大摆沿袭 这平日里的仙山 着实是热闹了三天三夜 丸子很喜欢这个小妹妹 整日嚷着要去昆仑须 接连去了一个月雨 东华凤九终于耐不住丸子整日的软磨硬泡 学了个借口便将小小年纪的丸子丢下凡间历练 得知了消息的苏莫叶马不停蹄的下凡 一路跟着丸子 默默保护着丸子 倒是让东华凤九省了不少心 丸子走了 东华凤九二人很是乐得亲近 整日里和沐渊少晚约着游山玩水 饮酒作乐 至于沐渊夫妇出门游玩 需不需要照顾石柳儿的问题 那就是我们多虑了 白九华白滚滚石柳儿的娃娃亲 早早肩负起了照顾自家小媳妇的日子 如今的滚滚模样 看上去已经有了八九岁孩童的身形 每日带着宛如挂尖一般 赖在她身上的石柳儿 去太成功帮东华收拾收拾文书 去昆仑须练练功 日子过得倒也充实 南街的一座仙山上东华 一手揽着凤九席地而坐 看着夕阳下凤九弥着眼浅笑的模样 忍不住的宠妮一笑 抬手捏了捏凤九的鼻子斗去 惹得凤九反手掐了一把东华腰间的软肉 东华毫无防备 嘶 得一声吸了口冷气 幼稚的抬手再去捏凤九的鼻子 毫无形象地和凤九闹做一团 墨渊和少婉远远地瞧着二人 由衷地鄙视东华不要脸且优质的行为 成熟稳重 得对视一笑 少婉依偎在墨渊怀里 柔声换了句 阿渊 墨渊低头 心照不宣地赢了句 晚晚 你们以后还会不会再有一个孩子了 就当二人暧昧的气氛 还没有轰托到极致时 东华莫名其妙的一句话 打破了身边的粉红泡泡 稍晚没好气地弯了一眼东华 反问 你们呢 凤九先笑了 道 我们不会要了 丸子也算太大了 我们想放手过自己的生活 走一走没走过的路 看一看没见过的景 嗯 未来有你一人足矣 东华也跟着英和 既然有凤九已然足矣 还问我们作甚 客气一下 好了 时候也不早了 我们回去做饭 凤九看着哑口无言的 莫冤少婉二人 无奈地打圆场 好 东华顺从地拉着凤九的手 向不远处的小木屋走去 二人的身影不停地被拉长 渐渐消失在山顶 莫冤握住少婉的手 低头腹在少婉耳边轻声道 我觉得 东华说得不无道理 余生有你一人 所以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